例如附近的商店的话,应该表示他还没走,他只是出去买个东西而已 利用他按右键,这里有什么,去找到这几个坐标 那我一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把它抓到几个坐标 那各位也可以这样的方式,把它抓到 那分别给他这几个坐标 左上、右上、左下、右下,一定是不规则状 那接下来就是要判断,到底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就有点需要运算 而且通常,就像早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通常这个范围一定是什么,不规则形状 那可是问题,像这个要不要判断 这个可以判断的话,那实在是就太厉害了 就要花很多功夫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样,干脆这个部分就不判断 就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这个点 那只要你在这个区域里面的话,那都算在里面 在这个之外的话,都算在外面 所以这个就有需要了解了 另外的话,经纬度 经度这个地方,后面有个经度 经度理论上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纵向的,就是纵向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那纬度的话指的是横向的位置 横向的位置 所以基本上会画出一个像这样的十字 最后可以再去做判断 那接下来等一下,第一个请各位先抓出四个点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试试看 来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在东南科技大学的学校里 校园里面,或者是校园外面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先用Google Map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四个点 那先用Google Map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四个点 那先用Google Map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四个点